经济当然是影响大选的关键因素 那么拜登在经济 没有搞定的情况之下 外交呢 加剎走廊 现在在很多外媒的画面里面 都已经可以看到 根本就是人间炼狱了 在食物短缺 没有水没有电 缺医疗资源的情况之下 现在路特社报导说 由于美方的希望 希望停火谈判3月3号重启 拜登很期待推动 3月10号之前赶快休战 否则连资源给民生的物资 都没有办法送进去 根据路透社引述 埃及的消息指出 停火谈判会在埃及这里做 预计以色列跟哈马斯代表团 都会在3月3号抵达 有没有可能3月10号开始的 穆斯林栽戒月前实现休战 现在还是问号 当然美国的匿名官员说 这个重点就在于说 加剎走廊为期六周停火协议 需要哈马斯点头释放人职 人职释放之后 才有可能使协议生效 因为现在就不管你们 这些大官们怎么想 民生真的是太凋敝 惨不忍睹 因此这些缺乏食物 缺乏物资的这些人民 美国就像加剎空投的 第一批物资 大概三架美军空军运输机 4万份 大概3.8万份 将近4万份的餐点吃的 那这物资里头 被说里面只有餐点 没有水 也没有医疗用品 白宫国会发言人口比说 要再瞎杀这样的人口 拥挤的环境里面进行空投 是极度困难的 而事实上 在这个空投的过程当中 先前欧洲国家 我看到很多新闻的报道都是 直接掉到海里去 民众只好冒死冒生命危险 游到海底去 去把物资给抢回来 抢到岸上之后 又变成另外一波 人肉的抢占 因为要抢到物资 抢到食物 才能活下来 所以拜登宣布 这个空投计划 也被批评说 根本无效 只是作秀 只是临时的OK 蹦而已 而空投是什么 是拍照的好机会 却是输送援助 糟糕的方式 可是对难民来讲 好像这也是 唯一能够救的方法了 那目前如果不停火的话 他们连这些物资 食物都没有 不只加萨走廊如此 乌克兰也是 乌军急缺 叫做155迷你的 炮弹 榴弹炮 那么就算想要打仗 想要防卫 急着像美国要 但美国国会官员说 国会不批准 资金没有的话 就很难增产 那表示 意识到需要正视 某些领主件短缺 尤其是火药的问题 法国马克宏 这边也表达 很关注 但问题是 就是这么缺 官员说 除非国会通过 美国也没有办法 实现生产目标 所以缺 但尽 圆绝 就是乌克兰现在的现况 那德国总理 说流嘴吗 在一个会议上面 就表达说 反对军援乌克兰 金牛座的长城飞弹 这个做法是会导致 北约跟俄国直接冲突 甚至公开讲说 英法援助乌克兰的飞弹 都是自己家的部队 带为操作的 英法直接参与乌俄战争 会气 害死人 他们官员甚至很气 可是现在法国当然是否认 我们没有直接参与 如何如何 但是到底有没有间谍呢 今日俄罗斯 这个是俄罗斯的国营的电视台 播了一段录音 这录音内容是什么 居然是德国 在开一个国防部的高层 电话会议的时候 里头对于俄乌战争 所做的发言 这个录音居然在俄罗斯 可以电台播出来发现 德国虽然还没有表示 到底真的假的 但是是不是有间谍 或会议内容 有人把他外泄 让柏林当局大为震惊 那么当然这个两个地方的战争 还持续进行当中 而拜登选票要靠什么呢 现在最新的民调数字里面显示 不满意度高达44% 是现任总统最新的历史新高的 这是纽约时报的最新民调 二月份不支持率这么高之外 那在内部的民调支持度一样 还是输给了川普五个百分比 凸显了选民对于拜登不满的情绪 于是俱增 现任者受到挑战 现在越来越大 所以佛州州长 Sontes甚至曾经说 要把吸引各自来地的AI AI的顶尖人才很重视 所以他计划要推出四年后的现在 提反中政策 让中国AI专家连到佛州都不能够进来 这样才能够像NVIDIA 赞助超级电脑 会不会受到影响 他禁用大陆的等其他国家 七个国家的研究员 佛州直接带头反中 抗中或是选战重要的消费品吗 或者是还有大量的中国大陆廉价商品 是透过平台进来 其实这就是经济本来就是 高端跟平价商品的需求不同 但因此这个平台虽然在中美国 现在很受欢迎 却被美国国会说 这个很严重又被入侵了 可能要针对这个消费者的商品安全 监管供应链 召开公听证会 不能够让大陆廉价品涌入美国等等的 亮哥在像这两场 不管加沙走廊乌克兰 对于美国来讲 现在对于选战的影响 还是他们评估的重点吗 亮哥 距离选举很远 我认为要评估美国选举 自朝六月以后 因为战争随时都会有变化 事实上拜登目前提出这个方案 因为三月十号是灾戒月的开始 以色列纳坦雅胡本来就提出 说灾戒月之后他就要开始打 要打拉法 所以拜登等于是 就说你不要打你不要打 你三月十号之前你们就停火 事实上拜登提出来的条件 就是以色列要的 以色列就是要你释放所有的人子 那我们可以停火一阵子 那目前传出来就是六个礼拜或两个月 可是哈马斯拒绝了 哈马斯如果把所有的人子都释放了 那六个礼拜之后你还继续打 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哈马斯没有同意 所以还是卡住 所以讲这种话 事实上就是还是废话 因为你讲这种根本不可能 因为哈马斯要的就是以色列要撤军 那以色列不愿意撤军 所以你不跟那个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也是要俄罗斯撤军 俄罗斯也不愿意撤军 问题在这里 那这个加沙 这个美国去空投粮食 事实上这个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难道你要像当年的柏林行动这样吗 陆续空投好几个月 因为现在最麻烦的是北加沙 北加沙因为现在大家都集中到 南加沙这边来了 结果北加沙那边现在没人管 那结果那里面的人饿死了一堆 事实上最近连那个联合国都宣布 在医院里面有诊断 十个小孩就是饿死 他的死因就是饿死 那北加沙 车进不去嘛 距离太远了嘛 所以目前是从这个拉法边境 在这个拉法这一带 可是他的粮食的补给也大量减少 大概本来他的量大概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比如说你本来是卡车进去了 那现在就急剧减少 所以你本来就大部分 有人就说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是处于 营养不良状态 那小朋友你也知道还有分配的问题 而且还有秩序维持的问题 有些人就是会抢粮嘛 那弱的人就抢不到 就会饿死嘛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这个 除了能够有效的让货卡车 能够持续供应之外 你没有别的路啦 你怎么你这个空投失误 你怎么能够持续两三个月 不太可能啊 不太可能啊 而且以色列你去想一想 他三月十号之后 如果真的在攻击拉法 这就是人间地狱了啦 因为拉法这个地方 本来人口是40万 现在变成130万 你去想一想 你如果在这边做任何打击 会死多少人 真的是 人间恋狱的战事 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国大选不断的 新的民调数字出炉 但是看起来拜登相当的不利 而抗中仍旧是 这次美国选战的主轴 我刚刚有提到说 清华有一个智库 邀请了40个专家学者 包含官员 就是研究说 2024对中国影响最大的 八截式的第一件 是美国大选 我不晓得各位听到之后 有没有会 美国大选跟中国未来 有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两个总统竞选 到激烈化的时候 通通会以抗中 作为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手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含今天的这三张 这个讨论的过程中间 有多少就是在抗中 仇中 你这个不行 你那个不行 所以在整个这一年 美国的很多的政策 都会以抗中来做出发点 而且讲抗中的言论 可以得到很多选民的认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讲一下 这个空头的这个东西 我记得我有一次 到台北科技大学 他们一个教授 带了一些学生 研究了一个就是 灾难地区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通讯 所以他从空中 丢了一个无线电的 这个东西下来 我在那一看好大 无线电很重 对 不是 还有一个天线这样去 中继站 因为你中继站毁了 我再来看了一个 我说这东西下来 还没有救人 先把人子砸死了 我也讲连教授学生 都在笑 的确是这样 因为你丢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降落伞 谁说降落伞 一定会开的 再加上四万份这个东西 粮食这样丢下来 万一有一个 它不是一份份的 可能是几十份这样下来 下来之后 谁会抢赢 刚亮哥讲了 强壮的会抢赢 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想 为什么不能用人道的车辆 把他运进去 一个一个发 老弱妇孺 我先给你一份 他被炸 不是 我觉得 真的是 加上太惨了 连人道救援的车子 都不准进去 加上总共就是 1.34个台北市 能够跑多久 发都发完了 但是就怎么让他进去 我觉得加上人 真的是非常可怜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有没有办法真的停火 现在是美国拜登 对外交上面 很重要的举措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俄乌战争现在进度如何 一样是一个僵局 美国的援助 确实已经出不来了 好 现在讲到这个 德国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国防 国防部官员的这个会议 被透露出来 是由俄罗斯公布 那这里头其实三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这里头内容讨论是什么 就是德国要援助 乌克兰这个金牛 金牛座的这个飞弹 但是德国后来不同意 原因是因为 他要派人去协助 乌克兰操作 但是结果他有些将 你说根本不用 根本不用 所以发现是 肖茲反对派 送这个飞弹去 而且这个飞弹去的话 是要去炸那个 乌克兰跟 克里米亚之间 唯一的那座路桥 所以这个飞弹变 这么具有战略的价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发现到说 他们是用什么 他们在这个里头 他说不只是德国 在讨论这个 要不要派人去 其实他说法国 英国 他们都已经派人去了 就协助他们 训练他们的人员 操作这些武器等等的 所以他说 其实这里头发现到说 其实北欧 已经有些国家 有人在乌克兰 他说包括 美国也有军人在那里 第三个重点 他用的是WebEx 结果过去 我们政府就说 你不能用中国大陆的软体 你用中国大陆软体 就可能会泄民 结果俄罗斯这次 进入的是什么 是WebEx 还有一个人 是在新加坡的饭店 打回德国去 然后他们开了 这个电话会议 结果居然被俄罗斯 给撞 给他用增路地 打后封印 打回德国 大陆软体 有点 讯息 让他